今天的ET个股推介是海信家电921 经济部投资业话组简选原因 是中国出口状况至2023年中以来持续改善 出口重点商品之中 家用电器、家具、汽车等零售产品有较强的增长 股份可以关注海信家电 海信在2023年第三季盈利 按年增长超过一倍 去到9亿3千万人民币 主要由于海外销售按贵改善 根据产业在线数据 其内公司整体家用空调 冰箱出货量按年增长三成和三成三 其中海外销售超预期 家用空调外销量按年增长两成 增幅较第二季的5%起高 冰箱外销量增长4成9% 较第二季的1成7是高 众讯政券就说结合其他家电同业外销量好表现 认为海外可能开启为期大约一年的保护全周期 海逊有望持续受益 走势上 海逊股价近日再推A股员公持股计划 增现长期经营信心 股价在17元附近整股之后向上 昨天收入19.48 挑战10月延伸以来的下降轨 策略上有货的话继续可以持有 目标看前高位22.8 太阳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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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分钟